好那么 再往下看啊 把这些GIS做完之后 那比如说我选择四件商品 我现在要加入购物车 那你想一下啊 我一加入购物车 那我这个页面动不动 我这个页面动不动 对吧 我因为不动 那我肯定要请求一个地址 我怎么请求 好看一下啊 你注意啊 在这里面我们首先啊 你注意你 你做的时候 添加商品到购物车 就是在这里面 我们要添加商品到购物车 在这里面呢 我一点击加入购物车 那么你注意这边啊 你点击加购物车 我们给大家刷新一下 你点击加购物车 你看前端其实已经做了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 点击加入购物车 你看到这边是不是 一了一下 那你看到整个详情页面动不动 不动啊 那不动的话 你还是你 你应该怎么把这个请求发出去 好 所以呢 添加购物车 你首先 请求的方式 我们要采用 RJX请求方式 那么采用我们的RJX RJX请求 那么RJX请求是在后台的 对吧 然后你确定好了 请求这个 采用RJX请求方式之后 下面第二步啊 我们要发这个请求的时候 你添加一个商品到购物车 我们应该发哪些参数过去 传递参数包括什么 传递的参数 OK 那么包括哪些 商品的ID和数量对吧 那么这个你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分析的对吧 那么这里面看到啊 那么Redis存储购物车的季度的时候 我们采用的是哈希 对吧 哈希里面呢 这个对应的K呢 就cut跟上一个用户的ID 然后里面的每一个属性呢 都是一个商品的ID 后面对应的这个值呢 是添加到购物车里面 商品的一个数量啊 那么所以你在这边 其实呢你加过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只要告诉这个商品的ID 和商品的数目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在我们这边啊 最终你要传参数的时候 你需要传过来两个是商品的ID 另外一个是商品的数量啊 商品的数量 OK啊 那么然后啊 除了这个请求方式采用这个 IDX之外啊 下面我们还要有一个分析 我们之前讲这个请求方式 我们有我们有这么几种啊 有这个Post和Gate 对吧 那我要选用Post还是选Gate 好 那么这个啊 其实呢你现在你发现啊 我如果传这个啊 你注意啊 我如果传这个参数的话 我Gate 我如果是Gate传参的话 我应该是这样啊 Gate啊 传参数对吧 我们如果是Gate传参的话 哎我们传参数 好 那你比如说我们添加购物车这个地址呢 它就叫做cut add啊 那我如果是Gate传参的话 我不可 我可不可以问号后面跟上 对吧 比如说你商品的ID 我就写上一个SQID等于一个 哎 你加入的是1 我就写一个1 哎 你加入的数量呢 我就count等于 比如说你加入三件 我就写一个3 哎 这个是不是可以传的 对吧 另外一点呢 如果是Post传参的话啊 Post的传 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呢 Post的传参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参数 放一个字典里面 对吧 SQ的ID啊 SQ 它的ID呢 对应的应该是这个1 对吧 然后呢 还有这个count的应该是这个3 哎 这是不我们这个Post的传参 对吧 这是我们这个啊 那么现在你注意啊 我们Post 我们讲你前端跟后台传参数啊 现在已经讲这么几种 Gate 还有这个Post啊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UIL 也可以传参数啊 UIL中传参数啊 你注意我们讲的这个 多少程啊 UIL传参数 那么UIL怎么传呢 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 你到达一个商品的详情页面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给告诉他 对吧 你这这个参数是不是在这个 UIL里面 我们怎么去拿到这个参数呢 其实呢 就对应着我们的一个UIL 配置时 对吧 配置时 补货 参数啊 哎 补货参数啊 那么这是我们截止到目前为止 给大家说的这个传参的这么三种方式啊 Gate传参 Post传参 还有这个 UIL传参啊 UIL传参 那么这几种啊 你要知道 然后关于在这里面 我们要到底要使用哪一种啊 今天我们要给他说一下啊 你 你进行传参的时候啊 记住 如果 如果 如果涉及到啊 如果涉及到 哎 表数据 如果涉及到啊 数据的修改 你注意啊 如果涉及到数据的修改 好 这个修改呢 包括这个 新增 更新 删除啊 阿杰克斯 Post的 哎 采用 阿杰克斯 Post传参啊 OK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把它给大家分析完之后啊 在这边呢 我们就带大家呢 去写一下对应的这个添加购物车后台的这个视图啊 就在这里面找到 我们的这个卡特的views里面 在里面呢 我们先把这些内容先给大家拿过来啊 我就在这边把它 注释一下啊 好 在这里面写一个类啊 from我们的 Jungle啊 点 views.generic import我们的view啊 在这里面写一个添加购物车 季度的视图类啊 class 我就叫做啊 卡特 add view 好 继承用我的view啊 这个呢 就属于我们购物车 安住啊 购物车 记录 添加 好 那么这个添加的话 在我们这边呢 购物车记录添加 那你在这里面呢 哎 我们说既然我们是不是确定了前端要post传参 对吧 所以我这边应该定一个对应的post函数 然后呢 写上一个request啊 OK 那么 然后呢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购物车啊 记录的一个 添加 添加完之后呢 在这里面我先我先写一个pass啊 写完之后 我们说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采用这个地址啊 就采用这个cut add add啊 然后 这个地址呢 我要在我的配置文件里面呢 去做一项配置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urls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呢 哎 你在项目的urls里面呢 cut这一部分呢 已经有了 所以你在这里面配置的时候 你只需要写add啊 直接是from我们的cut .views import我们的cut add view 好 那在这边加的时候呢 其实呢 就url 啊 开头 add 到了啊 对应这是我们的cut add.s view啊 然后 name 等于这个 add啊 起个名字 这里面是 购物持人记录 添加 好 你把这个加完之后 对吧 url地址也配置完了 我们就现在分析一下 我们这里面要干嘛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 最终呢 我们说 前端要传过来的参数呢 包括这个商品的id 和商品的数量 对吧 那我们就确定一下这个名字啊 我们要求前端传过来 这个商品的id呢 就叫做sq的id 好 数量呢 就叫做这个 con的啊 对吧 我只要确定了 这些东西之后啊 下面我就可以在里面 写这个过程呢 首先 他给你传了数据 对吧 你要去接收 数据啊 接收数据 接收完之后 还是我们几大步啊 数据的一个教验 数据啊 教验 OK 然后再往下呢 业务的一个处理 这里面其实就添加购物车记录啊 添加购物车记录 好 最后啊 返回一个应答啊 返回一个应答 OK啊 返回应答啊 好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还有一步啊 你在这边接收这个东西的时候 对吧 哎 那就开始接收 我们要求传过两参数 一个是sq id 一个是这 con的啊 那么他是post传参 我就可以能去接了啊 他一定在这个 request点 post里面 我直接是 我直接是get这个sq的id 对吧 我就拿到你要加入到构车里面这个商品的id了啊 然后另外一点 对吧 你呢 要去传传递过来 加入到构车里面商品的数量 我就写一个 counter等于我们的这个request点post点get啊 get时间到get我们的这个counter对吧 哎把这个也拿到 拿到之后呢 下面我要进行数据的交验 首先我还是呢 先去转一下这个数据的完整性啊 就是if我们的这个not啊 然后呢 写上这个sq的id 然后呢 写上我们的count啊 如果这个条件 说明这个数据不完整 数据不完整的话 那我问一下大家啊 阿诞克斯 他发起请求到时候 我要返回什么数据 对吧 反过接生啊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就导入一个类啊 直接from我们的jango .http import我们的gsresponse啊 导入他 我呢就可以呢返回了 如果他等一趟 我就知道对吧 return一个gsresponse 写上一个res呢 比如说为0 哎这个值呢 就代表一个数据不完整 然后呢 我再给给你跟上一个错误信息啊 写上一个error message 哎告诉你这个数据不完整啊 OK 这是第一步教验啊 然后呢第二步教验 这个加入到购物车里面的这个 数量 哎他到底是不是有一个有效的数量啊 所以呢 在这边你要去做啊 教验 商品数量 教验啊 我们 签加的商品 数量啊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我也是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字啊 try 然后呢 写上一个 count 等于我们的inter count啊 好 如果出错 accept exception is 好 说明不是一个有效数字 对吧 哎 数目出错啊 就数目出错 我在这边就也给你返回一个对应的信息 return gsresponse 然后呢写上一个res呢 唯一 error message 哎 告诉你这个商品 数目出错啊 数目 那么 出错 OK 哎 这教验他啊 那么你再去教验观众呢 下面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sqid 对吧 那么你传过来这个sqid 他到底在不在我的商品表里面 你还是要做一个 教验啊 哎 教验商品 你就呀 教验商品 那么是否 存在啊 所以在我们这边呢 我要做的就是啊 直接是try 然后呢写上一个sq 等于我们的goosesq 你要查这个商品 根据id 所以我要把这个类导过来啊 直接是from我们到goose.models啊 import我们的goosesq 好 把它导过来 那么你在这边你要查的就是goosesq.objects.get 对吧 好 id呢 就等于我们接到的这个sq的id 好 如果他出了这个异常 acceptgoosesq.doesnotexit啊 这边就说明这个商品 不存在 哎 不存在的话 我也是给你返回一个东西啊 return chance response 哎 告诉你这个 rs呢 VR对吧 然后error message啊 然后呢写上一个商品 不存在啊 商品不存在啊 OK 哎 这里面是他的一个教言啊 然后呢 再去做完照呢 那你注意在这里面 往下呢 我们就继续来 这些是不是教言完了 好 教言完照啊 下面呢 我要去 添加这个购物车的记录 那你注意我在这里面添加购物车记录的话啊 我们在这里面 其实呢有这么几种情况 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添加购物车记录的 那么 比如说在这里面呢 我要加的时候 对吧 比如说用用户的购物车里面 现在已经有两条记录了啊 一个是ID为一 那么加了三件 一个是ID为二 加了五件 假如说用户呢 他又往这个购物车里面 又加了ID为一的 加了一个两件啊 那么你在这里面你需要啊 我用户添加购物车记录的时候 添加这个购物车记录 对吧 那么添加谁呢 添加了SQ的ID呢 等于一 对吧 然后那这个数量呢 counter就等于这个三 等于二啊 那么这里面你就要考虑一下 我加的时候我怎么做 我是不是要先获取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 对吧 如果有的话 是不是数目做一个累加 没有的话我做一个添加 对吧 所以你在这边你做之前 你需要先获取啊 添加购物车记录 那么我们需要先尝试啊 先我们要先尝试的 先尝试啊 那么获取SQ ID 它的一个值对吧 它一个值啊 所以呢 我们之前呢 我们先拿到这个链接啊 导入这个函数 from我们的 seangle redis import get redis connection啊 然后在这里面拿链接 就是connection 等于我们的 等于我们的 get redis connection 写上一个 default啊 写上一个default 然后呢 拼接出这样一个对应的 hashi的key cast key 等于我们的 cut 百分之一对吧 你需要一个用户的ID啊 那么在这边 我在这边把这个user借一下 user等于request点 user啊 所以下面我写的就是 百分之一 user点 ID啊 好 拿完之后 那么现在呢 我要尝试从这个里面 是不是把这个值拿到 对吧 把这个值拿到 那么关于这个值怎么拿 从一个hashi里面 去拿一个属性的值 我们给大家讲过一个函数 一个命令啊 就到h 盖的啊 盖的前面 你要传入这个cut的key 对吧 后面呢 你要传你拿的是 你拿的是哪一个属性啊 你拿的是哪一个属性 那么其实呢 在我们这个 哎 里面呢 它就应该有一个对应的函数啊 那么这个函数呢 我看一下啊 找一下我们这个文档上的链接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redis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redis保存的有两季度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对应的 它的一个链接啊 这个链接打开 好 那么这个链接呢 然后呢 往下啊 找一下我们这个类 strike redis对象 它里面呢 找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找到我们的这个hget啊 hget是不是这个 看到没有 这就是它啊 hget 你传入这个hash的key 然后呢 再传入这个属性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 你写的时候呢 就可以拿去做了啊 直接是connection 对吧 它呢hget 写谁呢 写上我们的cutkey 我要获取哪一个属性呢 我要获取这个sq的it 但是我这个里面 你注意啊 我的列表里面 这个sq id 是不是可能没有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去接一下这个值啊 叫做cata 看完的啊 那么你注意啊 这个函数 你不用try啊 它不会报错 你获取到这个东西 它如果拿不到的话啊 它给你返回的是一个 no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如果这个sq id 它在我们的hash中啊 在hash中 那么不存在 不存在啊 那么函数返回的是 no hget 反回 所以你在这边 你只需要做一个判断啊 在这边判断的话 我们在这边 你看一下啊 我只需要在这边做判断 其实呢 就是如果对吧 这个cut count 那么现在我们就这样判断啊 如果cut count 是不是有这个值的话 对吧 你最终你要设置的这个sq id 对应的商品的数目是多少 是多少 你是不是cut count 加上一个累计对吧 所以如果它为真的话 我应该累计 累加 累加购物车中 商品的数目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累加一下啊 直接是count 我们上面的这个count呢 就让它加等于我们的cut count 但是cut count 你从redis里面拿出来的所有内容 都是字符串 做一个转化啊 最转化 OK 那么最终我们现在是不是 做了出了这样一个累加之后 对吧 最终啊 如果我们拿不到它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要设置的这个sq id 对应的这个数目 是不是就这个count 如果呢 你拿到的话 我是不是做了 对count做了一个累加 对吧 count呢 最终是不是保存的 不管你有没有 我的这个sq id 对应的这个数量 是不是就是count的 对吧 所以呢 下面我就可以设置了 设置 那么 那么 所以呢 在这边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直接呢 就是connection 点 h set 啊 hset 谁呢 写上一个 cut key 对吧 我要设置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sq的 id 值是多少呢 值是我们的 count 值我们的count 那你注意hset的这个函数呢 这个命令呢 我们说它有一个特点啊 如果这个东西它不存在 对吧 它相当于是一个新增 如果存在的话 它就是一个更新啊 它就是一个更新 ok啊 这里面是我们的设置啊 关于这个设置 在设置完之后呢 我们最终呢 就可以呢 去返回一个内容 return csresponse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res 然后呢 写上一个 三对吧 然后呢 写上一个 比如说我写上一个message啊 然后呢 给它写上一个添加 成功 好 添加成功啊 那么这是我们写的这个过程啊 写完这个过程之后 我们再给大家理一下这个过程啊 你看一下有些地方是不是 是不是啊 有些地方需要加其他内容啊 然后首先我们看哪一步呢 你先看一下这个啊 那么 我们在这里面 获取这个cut count之后 然后呢 再判断 最终我们说 我们要设设置的啊 这个 哎 redis里面的这个sqid 对应的值就是它 对吧 那么现在你考虑一下啊 假如说你最终 你要试的这个值 这个count呢 你在计算完之后 它应该是10 但是我们的商品的库存呢 现在只有9 那你让不让它加 它是不是已经超过库存了 所以呢 你在这边啊 在加之前 你还有一步啊 教验商品的 库存啊 教验商品的 库存 这一步的话 就其实判断啊 判断我们的count啊 如果它大于 我们查到了这个商品的 库存 就是sqid 里面有一个对应的 库存 哎 就是我们的这个 叫做stock啊 所以你在这边 你只需要在这里面 如果它大于这个stock的话 说明这个商品的库存不足 我就给你返回 return 写上一个RES啊 我这边把它改一下啊 改成这个改成散啊 然后呢 写上LMessage啊 哎 告诉你这个商品的 库存 不足 好 如果我判断完之后 这个商品库存 它是足的 我是不是给你设计过去 所以呢 这里面你要加一个东西啊 然后下面 我给它改成一个对应的 4啊 给它改成一个对应4 OK啊 这是我们这个过程啊 关于这个过程做完之后啊 下面你注意 还有一个地方啊 我还要再给大家说一下 哪个地方呢 你比如说在这个用户啊 比如说他浏览我这个 相亭页面 他没有 他没有登录 我让他加构式 对吧 那么既然他没有登录 你不能让他加构式 你怎么做呢 你需要呢 去做一个 判断啊 对吧 拿到这个U的之后 判断这个用户 有没有登录 就是if IU的 点 一扫子 对吧 然后前面加一个not啊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如果not它的话 那么说明这个用户 为登录啊 用户为 登录 我在这边 给你返回一个对呢 Return 接词 Response 我叫IS啊 我就叫0啊 然后ErrorMessage 告诉你这个 请 先 登录啊 然后把这边 你加完之后 注意啊 在一开始一进来的时候 先判断用户有没有登录 没有登录的话 就不做下面的啊 然后呢 如果已经登录的话 我就再往下来啊 再往下来 首先我们再给大家理一下过程 过来之后 先判断用户有没有登录 没有登录的话 直接给你返回一个对应的数据啊 然后如果登录 然后如果登录的话 往下走 接收这两个数据 接收完之后 进行数据的一个交验 先去交验这个完整性 我这里面改成这个E啊 如果数据不完整 返回一个数据不完整 下面再去交验这个商品的数量啊 如果这个数量不对 对吧 返回一个2 告诉你这个商品的数目出错 好 下面呢 再去交验这个商品的 是否存在啊 如果我查不到这商品 那说明商品不存在 我就给你返回一个3 告诉你这个商品不存在 那么再往下呢 我就可以拿业务处理 添加购物车的记录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拿到一个链接 拼接出一个对应的K 你在这里面加之前 你应该先去尝试 获取哈希里面SKID 它对应的这个值 那么因为它可能存在 也可能不存在啊 所以呢我们调用它的 RHGET方法 尝试先获取一下 那么这个函数呢 如果你获取不到的话 它呢给你返回的值呢 返回的是 那啊 所以我在这边判断一下 它这个值 如果这个值 它不是闹的话 这个条件成立的吧 成立之后 说明它里面已经有了 我最终 我要设置的这个商品的数量呢 它应该做一个 累价 就是你刚要添加的 跟我之前获取的数目呢 应该做一个 加法啊 应该做一个相加 就相当于我们在这边 你本来已经有1到3了 对吧 你获取出来应该是3 那么我又添加ID 哎 为1添加两件 这个呢 你应该加完之后 加3加2呢 应该是5 对吧 加完之后呢 再把它设置回去 设置为1 5啊 所以呢 在我们这边啊 我们做一个判断 如果我获取到的话 我应该做一个 累价 好 累价之后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设置的时候 你在设置之前 你需要呢 去校验这个商品的 库存啊 那么你设置的这个值 你可能是大于这个商品的 库存的啊 所以呢 在这边先去判断一下 这个 康呢 是否大于商品的 库存 如果大于的话 我给你返回一个4 告诉你这个商品的库存 不足 那么如果 哎 你不大于说明库存是可以的 哎 我就调用这个 Hset的方法呢 对它进行一个 设置 设置的SQID 这个属性对应的值呢 就是我们的 Count啊 那么其实呢 Hset的话 我们说它的呢 属性如果已经存在 就是更新 如果不存在 就是添加啊 就是添加 OK啊 这里面做完之后 最终再返回一个东西 叫做RES呢 V5 对吧 RESV5 然后呢 再把这个值呢 给它返回 好 那么这里面啊 这里面这个过程 能不能明白 就这个过程 我先获取 再去累加 这过程 好 你记住啊 这里面你出去 其实呢 有这么几种情况 对吧 我们说你一过来之后 因为你加的这个商品呢 它其实呢 已经 可能已经加过了 你不能直接在这里面 做一个设置 对吧 你说我加的1 加了两件 你就直接设置的话 你相当是不是覆盖 你直接设置为1 2 是不是盖掉了 所以呢 你要去先获取啊 获取完之后 如果有的话就累加 没有的话 就是直接呢 做一个设置啊 其实呢 我们这个函数呢 它已经起到 这样一个作用啊 就是哎 对吧 Hset 这个方法的作用呢 就是如果 这个啊 Hset 如果我们的SKUID 已经存在 已经存在 它属于这个更新数据 对吧 更新数据啊 如果SKUID呢 不存在 如果这个SKUID呢 不存在 不存在 添加数据啊 所以呢 这个里面 其实呢 这个方法 已经帮你做了 这个事情啊 如果已经存在 是更新 如果不存在 就是添加 就添加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这样的 一个流程啊 购物车 添加的一个流程啊 就在这里面 去做一个添加 这里面呢 你要注意 这样的一段 处理的顺序啊 就在这里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